看一下 刚刚的部分 我们已经建立好这个程式了 然后记得 是如果你要放大缩小 这个技巧 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网络上你应该查不到的 Ctrl 加 Ctrl 减 我还蛮建议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好像看起来就是舒服 那你原来怎么样 这么小 是这么小 这写程式会不会太辛苦了吧 眼睛一定会有问题 OK 再Ctrl 加 好 另外这个环境不是只能写Python 其实这个环境本来是写Java的 以前手机APP也可以用这个环境 或者你写PHP 甚至你写CC++ 都可以用 也可以不是来写 所以为什么我会用这个环境来写Python 主要原因是 这个环境 它等于是万用的 也就是你以后要写别的语言 也都可以 没有问题 用法都一模一样 OK 所以至少我觉得学医可以让你可以有很多其他用途 好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请你在这个加号这个地方做个变化 所以我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云单白板里面有第二个单元 这个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 那请各位我刚好讲到 就是说你可以往下卷动 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第三 这边有页数 第三页这里 第三页 这个 你可以试试看 加减乘除试试看 比如说你这边 当然加 A加B的结果放在上 所以这边的话 总共会有几个变数呢 总共会有三个变数 A嘛 B 跟上 那特别注意哦 那个Python本身是不需要宣告的 不像其他语言哦 要宣告 宣告这个变数存在了 才能够使用 那Python的话呢 不需要另外宣告 那什么时候产生变数 就是当你第一次负语它值的时候 这个变数就产生了 那什么负语哦 特别说我讲等于3 就是把3放在A里面去 OK 那这个A里面就放3了 有没有 然后B里面就放5 sum里面放什么呢 把A跟B加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个sum里面呢 就把加成就8嘛 Python这边输出就是8 如果你要run它的话 就上面有个run runs OK 8就出来了 那另外你也可以什么 把它什么 A加A- 简很简单 简一定是负的 成也没什么 成的话就是把它相成 所以成假我们刚刚认 除的话呢 就这个除 不过呢 可能比较特殊的 就是什么 除除 除除什么呢 其实上面有写 除跟除除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什么呢 除完之后的整数部分 除除就取整数而已 所以我们如果 这个结果应该多少 A3除以5的 3除以5 反正执行看看就知道 OK 应该结果呢 为多少呢 0 OK 那如果你用除的话 它应该要小数点 除完之后应该要小数点 0.6 那也就是除完之后的整数位部分 就用除除就对了 那你可以换一下 比如你这个数字用30好了 30除以5的话应该要整除 所以整除应该多少 应该6嘛 不过你会发现 它会6.0 也就是要除完之后 它不是整数 它会是有小数点 如果有小数点的话 我们一般称为叫做浮点 浮点 浮点的话就是有小数点 也就是数字 还有分成整数的 跟有小数点 两者是不一样的 OK 虽然我们看起来是一样的 可是在Python里面处理的话 它会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资料形态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程式里面最容易出错的话 可能跟资料形态有点关 另外还有什么 比较特殊还有什么 百分比 这个% OK %是什么 就是 除完之后的余数 主要是那个余多少 如果30除以5余多少 0 整除 所以知心结果应该多少 为0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把它改一下 改成31好了 31 除完之后余多少 余1 所以得案多少 答案有1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请各位 也许可以试试看 针对 这个什么呢 算数运算词 还有一个 乘乘 乘就算了 乘应该比较简单 这个乘的话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练习 3乘以5 乘完之后输出15 应该是没有问题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我多一个乘乘的话 那结果应该是多少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3的5次方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表示什么 多少的几次方的话 那你可以用乘乘来表示 OK 所以这个乘完之后应该是3的5次方 答案多少呢 243 OK 3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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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果就是243 OK 大概是这样子 另外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你的资料形态 算数运算值 一定要这个是数字 所以特别注意 未来假如说 我们在形态上面 假如做个变动 因为在Python里面 不外乎就是数字 数字里面就是有没有小处点 整数或者是浮点 浮点就是小处点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叫做字串 字串就文字 文字的话 表示方式 其实跟其他语言也是一样 如果你加上前后双五号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文字 所以如果今天假设 我用加的 如果你现在把三的文字 加上五的文字 你会发现结果会怎么样 它会出现错误 以后的话 请大家看一下下面如果出错的话 不要惊讶 以后慢慢你要看懂下面 到底告诉你说 你哪里出错 它说什么呢 关键字来了 冒号前面这个就是 这个错误的关键字 叫做Type L Type就是形态 什么形态 资料形态错误 什么资料形态 就是上面这个三有没有 它这个形态 它底下跟你讲说 如果说你要把两个字串在一起的话 要不两个都是文字 要不你要计算的话 两个都要数字 你不能说一个文字一个数字 可是如果说你要 假设我们把两个都变文字 就知道 有没有 那如果两个都变文字的话 3跟5 结果那么OK 你把它执行 执行会是什么结果呢 3加5 特别是结果 应该是多少 35 为什么是35 特别是 如果你当文字的话 它是直接把3这个字 再串这个5这个字 然后把结果输出 也就是说 它不会计算 如果是文字 它不会帮你计算 它会怎么样 帮你串在一起 OK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 把这两个字串在一起 放在sum的话 实际上 它放在sum里面呢 就会是一个35的文字 特别是 它这个里面35 虽然看到是一个数字 但实际上 这个变数里面放的是一个文字 而不是数字 特别是文字 是不能拿来计算的 这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的重点 是根据那个第二个单元里面的算数运算值 那请各位呢 利用刚刚的这个范例 稍微练习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顺便了解一下 那个在python里面 最常被使用到的 除了用数字之外 还有一个就文字 那文字 你如果要把两个串在一起的话 那记得A跟B呢 都要是这个文字 才有办法两个串在一起 可是问题呢 老师我现在 我希望把两个不是串在一起 我现在做计算的话 那后面你可能就要 学会什么 把它转型 什么叫转型呢 明明它是文字 你希望把它变数字的话 那怎么转 OK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试一下